中五的同學 大家好 這一節我們會看看 Pressure 對於Ecolibium Procession的影響 這裡先提一提同學 Pressure 只是對 Gas 在Ecolibium有任何一隻 Gas的影響 是會明顯的 會很大的 而Solid 或者是Liquid 相對來說 我們就當它沒有影響 低班你都學過 Solid和Liquid的 Particle 迫得很密 Density很高 所以那些Particle 我們說它是 Non Compressible Non Compressible 即是說它完全不可能 走在一起 所以我們就不考慮 Solid和Gas 在Pressure的影響 應該大家看了一段影片 今次的Ecolibium 就是Dinitrogen Tetra Oxide 和Nitrogen DiOxide Gas 在這個Ecolibium 裡面 Dinitrogen Tetra Oxide 就是淺黃色 或者有些書寫毛色 不過不要緊 另一隻Nitrogen DiOxide 是白色 通常我們考慮 跟Gas 有關的Ecolibium 我們會看看 左手邊Ecolibium 左手邊 究竟Gas的總模式是多少 今次總模式是一模 而右手邊的總模式是兩模 那麼我們就可以用Pressure 或者考慮Pressure 這個概念 Pressure 有兩個重要的影響 第一個重要的影響 就只是在物理上面 即是Physically 影響 這個是即時 你對那個Ecolibium 系統有任何的Pressure 的改動 這個是即時性的 跟Chemical reaction 就沒有直接關係 那Pressure 上升的話 那個體積 在Container 因為是一個Close System 那個體積就會下跌 那如果下跌的話 換句話說 那個Density 那Particle的密度 就會是上升了 那在這個Case裡面 由於整個系統 就是由淺黃和啡色組成 那所以它本身 都已經是黃啡色的了 如果Pressure上升的話 第一時間 那個Pressure 走得黏得密一點 那所以它顏色 就在那一刻 即時就會是深色了 那這個和Ecolibium 沒有直接關係 那什麼時候才有關係呢 就是當這個Ecolibium 進行的時候 Chemical equation Chemical reaction 發生的時候 就會有帶出來的一個影響了 那在Pressure上升的話 我們上一課都學過的了 無論是什麼的Rate 那個Forward和Badward reaction的Rate 都會是上升的 Pressure大了 那個Rate就會快些 那同一個時間呢 因為Pressure呢 就會Favor 那個的Badward reaction 那什麼叫Favor Badward reaction呢 Favor Badward reaction的意思就是說呢 就是當那個壓力大的話 那個Mode數呢 會小那邊呢 那那個的Rate呢 就會是高一點的 那這個你說是Favor Badward reaction 那好像是壓縮了它這樣 所以壓了去那個Mode數小那邊了 又或者呢 又或者呢 用另一個的概念呢 就是 那個Badward reaction呢 的Rate呢 是升得多一點 還有呢 那個Forward reaction的Rate都升 不過升得少一點 那這個呢 記住是跟那個Mode數有關 就會走了那個Mode數小那邊的 那當然 然後接下來就是 整個Ecolibium Procession 會Shift Left 或者 用另一個角度看 它有一個 Net Badward reaction 所以呢 那個顏色就會是 淺了 那就是說呢 當Pressure上升的話呢 第一時間 在這個Case是深色了 然後過多一陣呢 它就會淺色了 OK 那如果我們去答問題的時候 答卷的時候呢 我們會需要說到第一個 步驟 然後第二個呢 我們只需要說Pressure上升 那這個Ecolibium呢 會Favor Badward reaction 所以Ecolibium呢 會Shift Left 那麼 顏色就會淺了 而其餘的呢 這個是一些的 概念 那 除非它 會有其他的問題問 否則呢 純粹去看Ecolibium Position 怎麼Shift 你就只需要 答這幾個重點就夠了 OK 那如果當Pressure 是小了的話 那又怎樣呢 那其實同樣道理 就是 當Pressure 小了的話 第一刻會發生的事呢 就是 因為 體積 大了 Particle之間的Density 小了 所以呢 第一刻 是會淺色了的 那而第二刻呢 即是說 當個Reaction 真的開始進行了 那它就會有 相似的表現了 就是呢 Forward 和Badward reaction rate 同樣都是會因為Pressure 下跌 而Race 也會下跌的 那 哪個跌得多一點呢 那 因為 Low Pressure 是會 Favor 那個 Forward Reaction 那 即是說 Forward Reaction的Race 下跌 而Badward Reaction的Race 就再跌多一點 那 這個是直接 同個Mode 有關 即是說 會走去 Mode 大一點 那 那 緊接下來 就會有一個 Net Forward Reaction 而Ecolibium 就會 Shift Right 那 Shift Right 即是說 它會 深色了 那 總括而言 呢 Pressure 小 的話 那個顏色 是會 淺了 跟著是會 深了 那我們 怎樣用 Graph 來表達 這個情況 呢 那 Graph 就有一些 特徵 那 有什麼特徵呢 那我們 看回 Ecolibium 先 那 那 Graph 當然我們需要 是有 Concentration 呢 和 我們拿時間 做個 X-axis 那 這個 個案呢 我們假設 Nitrogen Dioxide 和 Nitrogen Dioxide 和 Dinitrogen Tetraoxide 呢 它們的 原先 在Ecolibium 本來的 那個 Concentration 是這樣 那 我們會 分兩個 階段 來看 第一個階段 就是 是 在這裡 我們會有一個 Pressure 的突變 那我們 假設 Pressure 是Double 那麼大 Double 那麼大 OK 如果 Double 那麼大 的話 第一刻 會出現的 就是 一條的 垂直的 變化 一個垂直的 變化 而這個垂直的變化呢 是 就等同於 Physically 那個 Volume 呢 是 細了 那麼 當然啦 Density 大了 那麼它的 Constration 突然間 高了很多了 那麼這個特徵呢 就是 無論是 那 哪一個 reactor 或者 product 它都會出現的 那麼我 假設它 Pressure Double 那 然後呢 就開始 那個 reaction 那麼我 假設這裡 是個 Ecolibium 的 Position 新的Ecolibium Position 新的Ecolibium Position 那麼Nitrogen Dioxide呢 就會慢慢 慢慢 會 歸位 就去到這個位置呢 就平的 OK 那 而 而 這個 NO2呢 剛才這個是 Dinitrogen 使用藍筆 而 NO2呢 它就會 浸 回去 但是呢 去到 新的Ecolibium Position 的時候呢 那麼 它那個 Concentration 都是會 Constant 那麼大家 Constant的時間 應該要是一樣的 那麼 假如我們 用 Graph paper 的話呢 如果你 Port它的話 盡量做 這個位置 是一份 而 這個位置呢 Drop 下去 這個位置 應該是 兩份的 那麼我這裡 這個圖都是 畫得一般的 不過不要緊要 那麼記得 如果用Graph paper 你有實數 有格子 的話呢 你應該可以 做得好些 好了 如果Pressure 今次 是 減半了 那麼 Graph 會怎樣呢 Concentration Time 那麼我們 我們又 假設 原本 那個 NO2 和 N2O4 的 分別 是這兩個位 那麼 同樣 我們分兩個階段 第一階段 就是 Pressure 減半的 或者 Pressure 會 下跌 第二個階段 就是 新的 Ecolibium Procession 那麼 圖應該會怎樣呢 那 因為呢 第一刻 就它減半 那 所以呢 就會 下跌 那麼 當然啦 下跌了 我們假設是 下跌了一半 OK 好了 然後呢 下跌完之後呢 那麼 去到 Ecolibium 那麼 會 射回來 來到 新 Ecolibium 那裏呢 就會是 Constant 那如果 是 NO2 呢 同樣 第一刻 它是會 因爲 動了 但是呢 因爲 Ecolibium Shift 翻過去呢 那麼 它又會 升回 那 同樣道理 這一個位 應該是兩份的 而這一個位呢 就應該是 一份的 OK 那如果你用格仔指畫 應該畫出來 會是 效果會好些 OK 拜拜